第 4 電影 貓王與我 哈囉 這裡是神明居店 我是Garry 我們今天要來談論的這部電影是 這個貓王與我 那貓王與我的這個片名是 PRISLA 普利希拉 所以過名思義這部片是以貓王的妻子 為這個 第一視角的電影 那 那在談論這部片之前先談論之前上映的電影是在2022年所上映的貓王艾維斯這部片 那貓王艾維斯這部片是由湯姆漢克跟奧斯汀巴特勒所聯合主演的這部電影 那這部電影這個片的視角其實是關於貓王的跟他的經紀人上校之間的一些糾紛 那我們都知道貓王因為被那個上校也就是他的經紀人給挖掘成為這個明星之後 上校一直都把這個貓王當成是他的搖錢術 所以呢貓王就是在這個過度操勞還有藥物濫用的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這樣走了 那貓王本身是從來沒有進行世界巡迴表演過 因為被上校的控制 所以他就一直都是在這個美國的境內表演 那尤其是賭城市表演的是最多差 不過我們再把焦點拉回到貓王與我這部片 因為從貓王艾維斯這部片的這個正傳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有他的妻子的影子 不過事實上他的這個成分並沒有很多 那貓王與我他因為畢竟是從妻子的角度去呈現貓王的這個人的一個個性 那我覺得這部片非常好看 那因為這部片他也有這個拿到這個第八十屆 這個威尼斯影展的最佳女演員獎 也就是這個女主角卡莉史派 史派妮所所飾演的這個角色 他拿到了這個最佳女演員獎 那在電影開頭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他是有標注這個 這部片是有得到這個最佳女演員的這個殊榮 所以看完這部片之後 我我固然發現卡莉史派妮的演技真的非常的好 因為 因為卡莉史派妮他畢竟要在裡面 飾演的是一個未成年的角色 那因為 PRISLA這個角色呢本身就是從未成年開始的 那因為貓王看中的是他的這個 呃就很可愛的模樣啊 那當時未成年的交往啊 然後 再加上說貓王那個時候已經 就是 從 退伍之後 因為他那個時候他一定要去當兵嘛對不對 一定要去從軍 從軍完之後呢 服務完之後呢回來繼續他的演藝圈生涯 那從那個時候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 他 不時不時的跟很多就是女演員啊 傳一些緋聞啊 但是他都對他的老婆說 也就是PRISLA說 沒事我們之間真的沒事 可是問題是 你從PRISLA的這個視角看來你可以發現 呃 從之前的貓王艾維斯你可以看到就是貓王他會跟 很多一些 這個歌迷啦 他的粉絲啊 有很過於 這個 過從聖滅這種接觸 而且是每一個人喔 然後 可是問題是 在PRISLA這個視角裡面 他其實是 容忍了他眼前說的一切 因為對他而言 PRISLA是一個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傀儡 但是 傀儡是他 被迫的嗎 其實也不是 我覺得是他自己自願 自己 去 呃 當他的傀儡 為什麼 因為他非常非常非常愛這個 這個男人喔 那因為 我們都知道 男生女生在一起一定會什麼 一定會有作愛吧對不對 可是貓王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人喔 因為貓王他是一個 呃 食而 因為他有宗教 畢竟他有宗教信仰 所以他有時候會克制自己的欲望 就是因為宗教信仰太過於深重的關係 所以他有的時候呢 他非常注重精神層面 可是他有的時候呢 他是非常注重這種肉體的這種交流 可是那個肉體的交流並不是指 那種做愛的那一種 而是指 呃 臉部的親吻啊 或者什麼的 他很稀 他他他他其實是蠻 蠻沉浸在 就像有一些人喔 有些人像我舉 一個某一位 孫姓王 台灣有一位孫姓王宏好了 因為他自己曾經對外公開說他從來不跟自己的女朋友做愛的 他 都 呃他可能 覺得說 自己把到手的女朋友就是自己的 可是他為什麼不想去跟自己的女朋友做愛 就是因為他覺得外面的肉體比較新鮮 這是我自己的大膽的推斷 因為有些男生是這樣子的因為 有些男生他對 他他不是說對性觀念非常的開放 而是說他會有一種怪癖就是說他 他他拿到手的他不會自於珍惜 可是他 會 對外面 的新鮮的事物會更感興趣但也不是說 拿到手的他不去珍惜 只是說他比他的那個著重上 在 拿到手的自己的 自己的身邊的人事物他就比較不會著重在 太太太太重的態度再放他不會把他們的重心放在他們的身上 所以 回過頭來再回到貓王這個部分你可以發現當 這個 普利希拉他想要跟 貓王有一些親近的行為的時候 貓王總是都對他說不 而且貓王他本身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人 他他是一個 開經不起開玩笑的人 可是他 可是 他就是那一種非常自我中心的人就是 我對你做什麼都可以 可是你要對我來做什麼 那是完全不嫌的 貓王有一個邊界他有一個態度 他不希望別人來侵犯 可是他可以侵犯人家為什麼因為 對他來講 他覺得他自己是獵人 而身旁的任何一切都是獵物正因為他自己是演員或是歌手的這種關係 他就是身份地位的影響所以他 自己覺得他可以用雙手 他可以用他自己的 身份地位去掌控所有的人一切 別人 別 別想要去去去掌控他或什麼的 於是呢 身為妻子的這個 這個 不利希拉 他就決定 不是不是他就決定他就他就是永遠都是只能處在一個 被吃死死的那種狀態 因為他愛他 可是他又沒辦法離開他 就這樣子這個婚姻持續的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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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中間的過程你可以看到 無論是他 懷上了孩子甚至是撕下了孩子之後其實所有的責任一切都是他自己承擔的 可是問題是貓王又有 藥物濫用的問題是因為他自己內心有一個 我覺得他內心有個屏障他是沒有辦法去移除的 我所謂的屏障指的是說他很喜歡沉浸在這種 這個 紙最精密的世界裡面 可是他又好希望 可以回到他自己 就是 他自己是身邊是完全親近的狀態什麼都不要有的這種狀態 所以貓王這個人是很矛盾的從普利希拉的這個視角裡面 你是可以完全看得出來 貓王這個人的內心的世界是一個 非常 沉重 又孤獨 但是他又渴望被關愛被關注被大家 喜歡的那一種人 好他沒有辦法抽離他也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但是 他也 老婆只是一個偶爾陪伴的工具 而普利希拉他就是這樣子的工具 對他來講 呃 他只是希望他寂寞的時候 他可以來陪他 可是他要去工作的時候 他不希望他來找他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不希望他自己娶了一個老婆回來 是要來控制他的 而只能他控制他老婆 就很像他帶了一個 玩伴回來 雖然是有個玩 他 可是他把這個 雖然是有婚姻關係的沒有錯 可是他把這個玩伴當作是 偶爾我從 這個玩具箱裡面拿出來玩的這個玩具 而不是 我 不是這個玩具他要來 去 去 處理我的這個 一切 他只能來處理我的需求 而不是處理我的一切 請注意需求跟一切這兩個是完全 不一樣的一回事 因為 為什麼 會有玩具這種東西 你可以發現為什麼小孩 我們就拿小孩跟玩具之間的這個關係好了 為什麼小孩跟玩具之間你可以發現 呃 小孩為什麼會很渴望的去 掌控他所有的東西 貓王就像小孩子一樣 對他而言 如果今天這個玩具 對他而言是重要的 他會想要去珍惜他一輩子 可是玩具總有一天是有玩意的時候了 於是他就會選擇把它放在玩具箱裡面 可是他又不願意去把它丟掉 不覺得這樣子 很奇怪嗎 為什麼因為 他跟那個玩具 之間 至少都還是有那個情感因為至少那個玩具曾經陪伴他 一段時間 而普利西亞 對貓王也他就是一個玩具 我覺得貓王其實對 普利西亞的一切他其實完全一點都不是很在乎 他真的完全都不是很在乎 因為貓王的世界只有自己 從貓王艾維斯那部片到現在貓王與我這部片 你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貓王他的世界裡面 他就是只有他自己而已 好只不過貓王艾維斯講的是 上校跟貓王的恩怨 那 從貓王與我這部片裡面 你可以看到普利西亞他的視角 對於貓王這一個人的真實的性格 還有他真正的內心的世界 是多麼的深沉 又黑暗 又非常的 可怕 自私然後又非常的 自以為是那種聖人的模式 因為我所謂的聖人模式就是因為 他被宗教信仰綁住了非常的重 他所有講的一切 看似好像都是道理 可是其實都是一個外理 都是一個給自己 逃避一些 他必須要去面對的一些藉口 就好比說普利西亞 當普利西亞 一直說 要 這個貓王跟他做愛的時候 可是貓王都對他說不要 所以你可以知道 普利西亞的 這個 他比貓王跟他來的更孤獨 因為他自己以為他嫁給了一個 就是他嫁給了貓王 然後他以為 貓王是他全世界的幸福 但是事實上 嫁給貓王之後 他是更加的孤獨 為什麼 因為 就像我剛剛說的 貓王的世界 只有他自己 所以嫁給了貓王就是等於嫁給了寂寞 因為 普利西亞也是一個有需求的人喔 因為 你可以看到 在這部片裡面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貓王跟普利西亞在吵架 而且他們的吵架其實就是 夫妻現實生活中會遇到的一些 狀況啊 當 需求不平等啊 當關係不平等啊 當我們的一些 呃 彼此的需求或是態度 惡劣 好 因為有的時候會有小摩擦就是因為 男生嘛有的時候可能態度會比較輕浮 那女生有的時候講話就是 很呱噪 因為畢竟女生本來就是很愛講話的動物 那對 很不喜歡有的時候很不喜歡 講話或者是 長期處在一個思考環境的男性的身體裡面 男性跟女性之間喔 為什麼會有摩擦 就是因為 態度 無論你是男女關係男女朋友關係或是婚姻關係 尤其是進入婚姻關係是更加的嚴重 當然如果磨合處理好了 那就會 走向一個平穩的階段所以這就是所謂的這種為什麼會男女關係會有所謂的什麼穩定期 一開始的熱戀期 到後來有磨合期 然後這到最後走路的 穩定期 穩定期是因為大家彼此 知道了這個 彼此的個性彼此的狀態就覺得說 啊啊你就是這樣啊 又沒什麼好吵的反正我都認識你那麼久了對不對 如果我可以忍受你這樣子的缺點 那我就這樣子去忍受 可是你從普利西亞跟貓王的關係裡面你可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們兩個永遠都是處在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狀態 但是不穩定的人是誰 不穩定的人一直都是貓王而不是普利西亞 所以從普利西亞的 視角的這部貓王與我的這部片裡面你可以看到 貓王 那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混亂的那個一面 到 最後 普利西亞決定要離開貓王的那一刻的時候 貓王還是處在一個非常混亂的 因為他以為 他以為他自己可以為所欲為身邊的人都會願意留下來繼續陪著他 為什麼 因為他是貓王 他會覺得 他的歌迷都會陪著他 他的歌迷都會喜歡他 他的所有的粉絲都會都會圍繞著他 那為什麼他的老婆會決定離開他 這是貓王他永遠都沒有辦法去 認知的一點因為他非常太自我重心了 而且再加上他有藥物濫用的問題 他有濫用藥物的問題所以 就導致他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人 更加的混亂 他已經迷失了 甚至我覺得他已經是長期處在一個迷失的狀態之下 他把他自己當作是一個神 可是問題是 神不是人 神 也 不能說是理智因為 我們也因為因為怎麼講 我們也不曉得神要的是什麼 因為神他自己把自己放在是一個高高在上的這個地位 那你覺得他自己 你覺得他自己會 對他自己會有所要求嗎 我覺得不會 因為 人類是會自己 反省 因為人類是有情感 有七情六欲 會 遇到快樂的時候會開心 遇到難過的時候會傷心 那做錯事 會反省或內疚 反之就是會變本加厲 會覺得自己沒有錯 反而會變得更自我中心 可是問題是 當貓王自己把自己把 定位成自己是神一般的這個地位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已經完全不知道他要去如何處理他自己的情緒了 好 像貓王看到自己的小孩 本該是 開心的 像爸爸一樣的這個角色 可是你會發現 當他在他自己的女人面前 他完全也沒有一個像爸爸的角色 他就是覺得說 好 一開始我要對小孩這樣 啊 女兒啊你好可愛啊 可是當 女兒一哭一鬧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不知所措 他就會開始又不知道怎麼去當好爸爸的角色 然後 當表演 當表演要開始的時候 他又把自己處在一個 就是 去喝酒啦 去吃藥啦 希望讓自己去 呈現在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態 為什麼因為 他知道他 他必須要表演 可是 他感覺又沒有到 因為那不是他心甘情願的表演 因為他是為了工作而去表演的 他不是那種 帶有熱忱的上去去表演 所以他就選擇去透過 藥物濫用和酗酒來去麻痹自己 那當他面對 普利西亞 對他有一些需求的時候 他又不是把普利西亞當成是一個棋子 因為 對他而言 當下的貓王是想要自己獨處 想要自己一個人的 可是 那個時候普利西亞的要求可能對貓王來講 你就是只是來把我當成瀉玉的工具而已 而 這個時候 當我沒有需求的時候 我又想要把普利西亞推開 而貓王就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貓王他 無論做了什麼 我就是有一種反作用力的這種感覺 所以 當人家 想要來對他要求士奇的時候 他反而會 想要把 他推開 可是當貓王 希望 當貓王自己有需求的時候 他又希望大家可以留在他身邊 甚至是大家來去順從 自己的需求 因為 他的眼中就是只有他自己 所以 從 貓王與我這部片看來為什麼 這個 卡莉斯派你可以得到這個 女主角獎 你可以看到他的演技是非常的細膩 而且 你看他眼神總是充滿著 猶豫 跟 普利西亞這個角色 他充滿的是猶豫跟哀傷 因為他想要的 他永遠拿不到 可是他又因為非常喜歡 貓王這個人 所以他又離不開 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鬼打牆 反覆反覆這樣子的過程 最終他終於受不了了 所以他絕對離開 你要知道 要一個人 徹底的失望 對一個愛人失望 真心決心要離開他的時候 那真的是做了好 久好久 這是一個反覆無常的一個 這個 過程當中才 得出來的一個結論跟決定 這對普利西亞而言 這是一個非常 艱難的過程 所以你要知道 貓王這個人呢 或許他光鮮亮麗 或許他締造了很多 無論是在演藝作品 甚至是 歌曲 都締造了一些 成名的 這個 演藝的這些產物 但是他的私生活 你就知道 或許他這一生 他有當藝人的名 可是私人生活這一部分 他或許沒有這個名 也許他愛的 只是 當時 你可以發現 貓王永遠都是把 普利西亞當成是他的這個 巴比娃娃或者一個小女人 他要他做什麼 他就希望他可以 遵從他的 要求 包含他的髮型 福利西亞的髮型 普利西亞的服裝 他希望他永遠看起來就像個小女人小可愛一樣 就好像他的狗狗一樣 就他就把普利西亞當狗你知道嗎 把他當寵物來看待 可是 呃 說實在的 這部片其實也 我覺得 我覺得也 給了我一些還蠻 這個 我覺得還蠻 蠻讓我去 情思跟沉重的就是說 裡面有一些很多的這個老歌都是我不知道的 甚至是有一些老歌像比如說I always love you 惠尼休斯頓他的翻唱是最為 最為 這個有名的 可是他原版 其實並不是他唱的 好那因為在最後的時候結尾也有用這首歌 我覺得非常的難過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普利西亞他 那種 失望又絕望又絕望的帶著眼淚去離開的這個貓王的身邊 你可以看到從普利西亞的這個身上對他而言那是一種解脫 我 就是未必 貓王與我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故事 我覺得 大家如果要在看這部片之前其實可以先去看看這個 這個 2022年的貓王 愛維斯 然後再來看看貓王與我 我覺得兩部片雖然兩部片是完全沒有直接的關係 好 可是你要先看完貓王愛維斯再來看這部片我覺得會更加的感觸 因為這部片完全就是 進入一個 從這個妻子的視料去看待貓王這個人真正的這個內心的身處是什麼樣的一個 人喔 他的人格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那 我覺得在選角方面也蠻棒的 尤其是 這個男主角因為 像之前奧斯丁巴特勒 他在 詮釋這個 因為很多人都說 奧斯丁巴特勒他長得像貓王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 這一次貓王與我的選角 這一個是來自澳洲的這個演員 叫做 Jacob Jacob 那雅各 叫雅各 這個演員呢他 我覺得他有一點像是這個 之前那個目光之城的那個 Edward那種感覺 他真的長得還蠻像貓王的 好然後 他的語氣啦 那個就是那種 那有點像那個 吃 吃 吃糖果那個 那個腳腳中心的那種 那種口感 那種講話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都 他那個詮釋都詮釋得非常到位 而且再加上他外型真的非常的有形 好 而且還人高馬大的 所以我覺得 這部片的選角真的非常的棒 而且我覺得這部片的質感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 如果你是想要探究 一探究竟貓王的這個世界的話 建議兩部片一定要一起看 先看完貓王安瑋絲再來看貓王與我 這部片 總而言之 這部片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一定要去好好看這部片 因為 我覺得這部片 不僅僅是講 普利西亞這個人 我覺得也是在講每一位女性的心聲 我覺得這部片你可以把它當作是 兩性關係的一個課題來看 因為我覺得歷史都會重演 無論是在舊時代或是新時代 每一個女人要面對的愛情的課題都是一樣的 就是面對男人的傲慢 與自私 而男人的傲慢與自私 終究還是帶來的 女人一生的悲劇 而這一生的悲劇就是 順從 盲從 因為 愛是盲目的 既然是順從跟盲從 所以 當 一個女人被男人吃死死的時候 他就是失去的自我 他就是失去的自己 他沒有自己的定位跟角色 但是他為什麼又離不開 那是因為 愛情 是一種會讓人上癮的這種成分 他既然離不開 也沒辦法做決定 於是他就是只能待在原地 繼續被 自私 跟傲慢 柔靈 柔靈到 有一天 他想開為止 這就是愛情 這就是 兩性關係 希望大家可以把貓王與我 如果你對貓王 本身不是很有興趣的話 建議大家 把這部片 當成兩性關係的課題來看 我覺得非常的恰當 貓王與我 非常推薦大家 一定要去看這部片 我真的非常推薦 是由 A2 4 所出品的作品 竟然是A2 4 這部 這個studio 所出品的這個電影 那我想 質感 是絕對不會太差的 這就是今天神秘訓練我們下次 雲端見 MING PAO CANADA